從高速空拍 紅色屋頂一棟棟整齊排列的房子 是巴拿馬第一批因為氣候變遷 造成海平面上升而被迫遷居的古納社區 而古納社區大約一千三百位的原住民族人 在當地政府幫忙下 他們將從巴拿馬的卡蒂蘇格徒步島 移居到陸地上建立新卡蒂存落 離開了從小到大居住的環境 距離中美洲海線幾公里的加勒比海小島 卡蒂蘇格徒普 這裡共有三百個家庭 一千三百五十一人 生活環境簡陋 居民房屋建在沿海潛沼澤地的高橋上 平時靠著捕魚和編織傳統紡織品 和一些觀光收入微生 不過隨著海平面上升 古納社區也正在逐漸消失 從島上半徑有三百戶的城市開發區 根據聯合國最近的報告 連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巴拿馬 有將近十分之一 大約三十八萬六千人 居住在海拔不到十公里的地方 而古大社區 預計在下週天氣允許下 兒童 身杖人士以及長者 會先搭乘第一艘船 離開卡蒂蘇格徒步島 原則新聞給我們烏溜 便宜 都不思議 對 它們 就 有些 最好